哈喽大家好,我是致力拯救小韭菜的老韭菜小居 很多人常常问啊,怎么样才能够长期持有一只寨鸡 又不会觉得很担心呢 我以前给学员曾经讲过很多种寨鸡的挑选方法 挑这种寨鸡你要注意什么呢? 要看哪一些指标呢? 其实到最后啊,我总结为一招 那就是看寨鸡的累计净值走势 而不是看单位净值的走势 这里呢,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累计净值跟单位净值之所以会不同 是因为基金的分红、拆分、折算导致的 经分红以后呢,单位净值呢会因为派息而下降 所以呢,如果一只基金一直没有分红、折算或者拆分过 它的累计净值呢,应该是等于它的单位净值的 所以呢,我们要看债鸡的这个累计净值的长期趋势 这个长期趋势啊,一定要给我看10年或者20年 长期趋势往下,不管它派不派息 是投自己的债券还是高收益的债券 这一只基金呢,坚决不能买 为什么看累计净值呢? 因为单位净值啊,往下呢,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利息呢,被你拿走了 但是累计净值呢,是不考虑派息的 没有扣除利息 累计净值的趋势还往下 你们觉得可以买吗? 最后呢,送给大家一个敲债鸡的一个终极的原则 就是派息满意,波动接受 关注我,学习更多关于基因的投资技能